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簇擁習近平的五位大員和站在路邊的華人群眾 美譴責香港淨播反送中歌曲《怨榮光》 淨後回歸ITEMS榜首 習近平這是做夢娶媳婦 可能性是零 制止中共強摘器官 美共和黨參眾議員敦促美國務院利用一切可用資源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9日 星期四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簇擁習近平的五位大員和站在路邊的華人群眾 習近平訪問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龍敬了地主之夷 總理阿塔爾親自去奧利機場迎接 容軍院儀仗隊檢閱 共和國衛隊騎兵護送 國宴等等 並特邀習近平前往外祖母撫養自己的比利牛雪山 共上民俗舞蹈 法廣報導 有法國人網絡嘟囊 竟然如此接待一個敵手 有必要嗎? 資深外交家 前駐美國大使戈瑞德·阿瑞特卻見怪不怪 7日在X平台稱 對我來說 這就是外交 此次訪問取得了什麼成果且不談 先來看看習近平的陪同團 除了傳說 黨內地位將明顯提升的夫人彭麗媛 首位大員是身兼中辦主任的蔡奇常委 最出名的就是為進入中南海而在北京市委書記任上建立的一大功勳 清除低端人口 有人認為 這樣做與共產黨人為窮人打天下 人民至上的初心恐怕是背道而馳的 蔡奇之後的二號大員英屬政治局委員 殺回馬槍 取代秦剛重新擔任外長的王毅 王毅毫無疑問是中國戰狼外交的創始人 帶出了一批颇具戰狼風格的外交官 比如時任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這次也赫然在列 還有一個重要人物 就是法國媒體比較熟悉的盧沙野大使 盧沙野一次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冒出驚人之語 毛澤東流放 迫害 害幾百萬中國人 六四天安門事件等通通是八卦 還有一個許多人可能並不熟悉的陪伴習近平的大員 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局局長孔紹遜 二世大上把胡錦濤駕離會場 總之 陪同習近平出席馬克龍歡迎儀式的 都不是一般大員 除了這幾位高官 就是那些歡迎人群 在法國 一般很少有人主動上街歡迎外國政要 喬明也很少上街歡迎本國領袖來訪的 卻在習主席經過的一路由五星紅旗招展 由歡呼習主席的華人群眾 顯然 歡迎人群是有人管的 有人問 習近平周遭的親信都有戰狼背景 是他們影響了習近平如此強硬的姿態 導致習近平對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充耳不聞 還是習近平主席確信東升西降 不怕西方正在醞釀的貿易大戰 一個可靠的信息是 習近平歐洲行結束回去後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上門拜訪 美譴責香港禁播反送中歌曲《怨榮光》 禁後回歸ITEMS榜首 香港上訴法院8日推翻先前高等法院的判決 對反送中歌曲《怨榮光歸香港》批出禁制令 這使《怨榮光歸香港》成為97年主權交接後第一首緊歌 消息傳出不足兩小時 《怨榮光歸香港》的專輯和單曲均已重登香港ITEMS音樂排行榜 截至9日凌晨20 《怨榮光歸香港》已衝上排行榜第一名 而另兩個版本的《怨榮光》則排名第三和第六 另外 在香港查看YouTube、Spotify等網絡平臺 《怨榮光》沒有被下架 法新社報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周三向媒體表示 《禁止這首歌的決定》是對這座城市國際聲譽的新的一次打擊 香港曾以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並保護個人信息 財產及思想言論自由而自豪 習近平這是做夢娶媳婦 可能性是零 習近平近五年來第一次訪問歐洲 指選定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三個國家 原因讓外界大為好奇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撰文指出 這必須從北京的角度來看 出於戰略與經濟原因 中共迫切希望破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盟的團結 而習近平訪問的三個國家都被視為打開西方裂痕的潛在槓桿 首先是法國 因為法國總統馬克龍速度在台海局勢上失言 也曾經喊話歐洲不可以為美國的附庸必須戰略自主 還阻止在東京設立北約聯絡處 這很對中共的胃口 以為馬克龍是自己人 所以 習近平首戰先選了法國 只是在法國大力支持下 歐盟委員會對中共電動車發起調查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計劃降低歐盟與中共關係的風險 此次三方一起在巴黎會面 協調出什麼結果 外界不得而已 美國之音訪問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西門指出 在美中這場博弈裡 中共寄望於法國 塞爾維亞和匈牙利 實在是誤讀法國的戰略意圖 也高估塞爾維亞與匈牙利的影響力 拉赫曼也認為 中共面臨過度解讀馬克龍思想的激進主義的風險 馬克龍儘管曾批評北約瀕臨腦死 但是最近他對俄羅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習近平歐洲之行包括塞爾維亞與匈牙利 德國歐洲議會議員比蒂科菲爾受訪時不客氣地批評 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不過是歐洲兩個被邊緣化的國家 先說匈牙利 該國總理奧班是唯一在北約與歐盟中 親俄又親中共的支持者 但是該國民眾曾經發起抗議 將中國大學趕出匈牙利 奧班立場並沒有那麼穩固 至於塞爾維亞既不是北約成員 也沒能進入歐盟 在歐洲沒有影響力 比蒂科菲爾表示 歐盟與美國當然會有分歧 但中共想吸引歐洲遠離美國合作夥伴 可能性為零 制止中共強摘器官 美共和黨參眾議員敦促美國務院利用一切可用資源 兩位美國國會議員5月8日致信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敦促他充分利用現有的可用資源來制止中國共產黨的非法強摘器官貿易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 和新澤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在信中說 他們呼籲利用國務院的懸賞計畫來尋求信息 最終追究那些參與以摘除器官為目的 可怕人口販運行為的中國個人的責任 史密斯是兩黨兩院的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主席 盧比奧是該委員會成員 這兩位共和黨議員在信中指出 鑒於全球對器官移植的需求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販運器官的證據 迫切需要從目擊或參與這種行為的人那裡獲得第一手信息 兩位議員援引了中國法庭 由中國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設立於倫敦的獨立民間法庭 2020年3月的結論即中國價值10億美元的器官販運產業 從被處決的囚犯和政治犯身上以工業規模摘取器官 從而構成危害人類罪 信中還提到聯合國人權專家2021年6月表示 對中共據稱存在針對被拘留的民族、語言或宗教、少數群體成員 包括法輪功練習者、維吾爾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 進行的器官摘取行為的相關報告感到極為震驚 強迫摘取器官是一種暴行 破壞和惡阻這種做法應該是國務院的優先事項 盧比奧和史密斯寫道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交代並充分處理強摘器官的證據 對於結束這種可怕的做法以及從長遠來看 促進建立真正自願的器官捐獻系統來說至關重要 感謝會員朋友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您的每一份鼓勵 我們都銘記在心 感謝各位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歡迎您在干净世界平臺關注我們 鏈接在視頻描述中 再會